國際知名投資者,有商品大王之稱的羅傑斯 ,近年一直唱好中國,他接受本部專訪時表示,中國將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國家,希望能夠長期持有中國股票,並透露現時持倉主要在交通、旅遊、娛樂等領域,世界不會因為疫情而永遠停擺。 他又認為,香港的優勢在於與內地聯通,需要做得更深入和便利。 羅傑斯目前於中國的投資集中在受到疫情重創的行業,他以中文詞匯危機,內說明危與機視同一件事,預期中國會是二十一世紀,偉大的成功 . 如果中國如我預想搬重要,相信長期持有中國股票的回報極其豐厚,他舉例如投資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出售美國股票,便錯失此後數十年機遇。 這正正是,我對中國的看法,我希望我的女兒持有中國股票,環球經濟衰退憂慮升溫。 羅傑斯指現時全球各地債台高速,自2009年以來債務水平 , 你所未見,就算是中國 現在也有大量債務,而二十五年前的情況並非如此,他坦然。 無法預測下一個經濟危機何時出現? 為万一真的發生,將是他有生之年最嚴重的一次。 美股年內回調,導致至今累錯一成。 羅傑斯表示,現時股市充斥悲觀情緒。 某些事件將令稍為樂觀的投資者有機會捕捉反彈。 能夠重振股市的事件,可能包括烏克蘭重現和平,但質疑聲勢能否持續? 至於香港,羅傑斯透露持有港交所00388股票屬小量投資,日後堂發現合適機會,會買入更多。 他提到,近年內地扶植上海金融發展,而香港的優勢在於與內地聯通。 不少國際投資者希望投資中國卻不易做到,若香港能夠讓其變得更加便利、高效,必定大有卑益。 他同時提醒,一旦未來數年環球經濟出現危機,香港經濟也會面臨挑戰,因其作為貿易港。 如果,香港企業、客戶有問題,香港也將受到影響。 我們使用來數次第5次消費。 我們使用最多的事件。 我们下期再见